此事活动却演变成流血事件 波兰格丹斯科市市长阿丹默维奇 在出席活动时 突然遭冲上舞台的男子 以刀子刺伤 目前情况危急 袭击者在刺伤市长事后 并没有逃走 反而抢过麦克风 从容地站在舞台上自我介绍 指自己是被误判的前囚犯 警方事后将袭击者制服 波兰格丹斯科市的市长阿丹默维奇 出席慈善活动时 突然遭一名男子 在众目睽睽下以刀袭击 男子在刺伤人后并没有逃走 这一幕都被拍了下来 袭击者在行凶时自揭身份 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前厨犯 警方事后立刻将27岁的嫌犯 逮捕归案 而心脏附近被刺伤的阿丹默维奇 目前还在医院挤救 情况危急 目击者透露 袭击者在刺伤阿丹默维奇后 显得兴奋 阿丹默维奇自1998年开始担任格丹斯科市的市长 他在2018年的选举获得百分之六十五的选票 事件发生后各方发出严厉谴责 波兰总统杜达强调会无条件支持阿丹默维奇 并为他祈祷 波兰内政部长严厉谴责行凶者 认为这是令人费解的野蛮行为 NTVC周火道